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事业上面会面对许多的抉择 影响未来整年的布局 这个时候长官对你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可以谦虚的寻求他们对你的一个支持跟协助 许多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较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在人际关系上面所带来的影响也很重要 寻求朋友给你的意见 对你的事业运势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助力 在事业运的部分 今年我们给你三颗星 在金钱运的方面 今年你虽然在理财方面会有一些独到的眼光 投资也有机会能够大发力士 但是投资分析这件事情 对于资讯的过滤是必须要能够得心应手的 如果有好运也是会有保存期限的 所以这不表示你这个月投资的好 下个月就一样能够保持战果 切莫因为获利了 然后就持续加码 否则你好不容易累积的财富 可能会有崩盘的时候 所以最好在每个阶段 都要精准的看待自己要投入的资源 有足够的修正在进场 其实也还不迟 由于对于鼠羊的朋友 今年在投资的机运上面 是先急而后凶 也因为这个样子 往往会有很大的投资失利的可能 因此在金钱运的方面 我们给你两颗星 在感情方面 对于鼠羊的朋友 今年可以投资一点 所投资的不是只是说金钱 而是你的时间 对于鼠羊的朋友来说 有一冲太岁 所以也许会因为自己过度的忙碌 或是有太多烦恼的事情 必须要处理 因此让你忘了自己需要保留一些时间 来面对身边关心你的人 如何去倾听别人的意见 倾听他们的想法 对今年鼠羊的朋友来说 其实有点困难 但是却又非常的重要 如果能够好好把握 对别人的理解 也不要太轻易的把自己的情绪加注在别人身上 那在感情运势上面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维系 所以在感情运势上面 我们给鼠羊的朋友 今年是三颗星 在人际关系方面 鼠羊的朋友要注意 今年由于在性格上过度的焦虑 很多时候会不小心把一些情绪加注在你的朋友身上 也许跟朋友诉苦能够让自己疏压 但是如果常常诉苦 对朋友而言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让大家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一些怎么样的想法 有一些困难 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如果有太多感情的因素在内 而不能够好好听听别人给你的意见 这样子忽略了别人的好意 那你的诉苦其实它的作用也就不大了 要注意朋友给你的意见 其实对你而言都是一个真实又有意义的一些思考 所以好好检视里面的内容 让自己有一些适当的调整 对于鼠羊的朋友来说 今年其实还挺重要的 好好把握这一点 在人际关系的运势上面 我们给你三颗星 感谢观看